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全新打造 在每周日下午2点播出的留言终结者 每期时间5月24号根据USA Today的报道 由于亚培公司自愿照会有问题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现在全美范围之内奶粉短缺 目前正在努力应对这一危机的家长们 是备受关注奶粉的供应问题 而危机也是导致网络上一些错误信息被广泛传播 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分享了一张图片 图片显示着装载着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托盘 被送往美墨边境的一个仓户 5月12号一个脸书账户用在一个帖子中写道 边境上出现了婴幼儿配方奶粉 那这个帖子在三天多内是获得了100多次的分享 类似的说法也在脸书上广为流传 但实际上这个消息是虚假的 因为照片当中所示的这些物品 它并不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而是防护口罩 经过调查 这个照片是发生在2020年 物品是在疫情初期当中仓库中所储存的 个人防护伤备 这些盒子包括外科口罩和防护口罩 在送往医疗机构之前 这个原来就是一个县里的配送中心 那值得注意的是 这张照片虽然在网上疯传的不是奶粉 但是拜登政府的确最近向美墨边境运送了奶粉 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 不该在美国国内奶粉短缺的情况之下 还执意运送奶粉 5月13号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发表回应说 这一行为不仅是根据联邦法律的 而且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 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一份文件 2015年以来 保护局已经承认 婴幼儿配方奶粉是其人道主义标准的一部分 政府应该为联邦监护的儿童提供充足的水 食物以及医疗援助 5月20号根据Snoops报道 近期呢大家都熟知的创作歌手Adeo他表示自己用生酮软糖就能够成功减肥的这个留言呢是传遍了整个网络 经过核查这是个虚假谣言哈 那最早呢这一说法是出现在newsurvey2020offer.com的网站的一个文章上 这个文章看起来像是故意写出来设计大家 欺骗大家相信他们是一个来自美国周刊的一个报道 标题中写道 Adeo告诉我们她的软糖减肥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就掉了87磅 那实际上呢根据2021年11月妇女健康杂志报道说 Adeo的减肥方案跟她的饮食调节没有任何关系 跟运动有很大关系 Adeo和她的私人健身教练每天运动三次 包括举重爬山和打拳 然而呢在妇女健康的一个文章当中 没有一处说到过任何有关于生酮软糖相关的内容 5月24号根据FaxCheck的网站澄清 虽然中国确实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曾经接受过 美国的NH这个美国卫生国立研究院的一个资助 那资助的项目是有关于蝙蝠的冠状病毒研究 但是这些实验并不是导致于新冠的原因 近日呢就有消息在网上流传说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前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宣称 安东尼福奇博士通过资助了武汉实验室而杀死了很多人 那经过调查 纳瓦罗的确是在5月16号说过这些话 他当时指责福奇博士是疫情的罪魁祸首 并且呼吁要监禁他 但是纳瓦罗的观点是错误的 目前世界还没有就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查证 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 更不用说是美国资助了任何研究了 而Newsmax却在脸书上分享了对纳瓦罗的采访 在两天之内浏览量就超过了3万次 而在一年多以来 一些政客是误导性的引用了授予武汉实验室合作的团队的某些拨款 错误的认为福奇博士对新冠负有责任 那尽管对其中的一些研究是否应该得到资助 现在仍存争议 但是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其他机构所解释的那样 这些实验并不是产生新冠疫情的原因 福奇是自从1984年开始就担任美国国家艾滋病研究所所长 是在世的最为杰出的卫生相关的科学家之一 他曾经给7位总统手下工作 其中包括3位民主党总统 4位共和党总统 福奇博士今年81岁了 他正在考虑要退休 但是目前还没有离职计划 他说在美国摆脱新冠疫情的危险之前 他应该不会这么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克林斯博士 在2021年的10月20号一份声明中说 对已经发表的基因组的数据 其他分析表明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资助研究的新冠 蝙蝠的这个蝙蝠冠状病毒 在基因上和新冠病毒是差距很远 不可能会导致任何的新冠疫情 因此相反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5月26号根据UICtoday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在5月22号正式开幕 官员们聚集在瑞士讨论新冠疫情 以从世卫组织中发挥的作用 但是网上那些人声称一些更加邪恶的事情在发生 5月12号一个脸书用户发帖说 太可怕了吧 拜登政府正在准备把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最终控制权和国家主权 移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帖子说 联合国大会将会对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份提交的 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进行投票 这一修正案将会允许联合国宣布美国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 而这个帖子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获得了250次的分享 类似的帖子也在脸书和Instagram上累积了数百次的互动 但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专家表示 脸书帖子中所提到的修正案目的是在加强一个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措施 但它并不会授予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的任何权利 小智诚大学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和全球卫生合作中心主任劳伦斯休斯丁说 这个修正案是不会允许世卫在美国或任何国家制定国家医疗保健政策 或者是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同时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的疫苗法的副教授布莱恩表示 请拜登政府就可以赋予世界卫生组织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 这个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因此更不会发生了 拜登本来就无权让美国服从于国际组织 除非是参议院还要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批准条约 自从2021年3月开始第三轮刺激资金开始进入到人民账户以来 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还有第四轮拨款呢 那近日的网上就传闻说 社会保障收益人士将会获得新一轮1400美元的刺激金 所谓的社会保障收益人士指的是退伍军人 慢性病已故父母的子女 退休人员和残疾人等 而根据了解 实际上国家并没有新的刺激金来发放给这一群人 国税局发言人表示 法律并没有授权进一步的刺激金 尽管相关的刺激金还没有出台 老年人联盟主席德兰尼在2021年10月曾经致函国会 提议能不能再一次性为老年人提供1400美元 他说这些类型的刺激金可以抵消社保人群的生活压力 老年公民联盟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政策分析师约翰逊说 尽管是提议要立法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有任何法案在讨论中 但是他们强烈支持这么做 以帮助抵消在过去一年里面创纪录的通货膨胀 近日在北美欧洲中东和澳大利亚出现了上百例的猴豆感染者 世界各地的官员都在密切关注这次的猴豆疫情爆发 因为这种罕见的疾病首次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大规模传播 那么至于猴豆为什么会爆发 各国专家还在调查中暂时没有溯源报告 但是在国内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就出现了 猴豆爆发是新冠疫苗引起的说法 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说 所谓猴豆是新冠疫苗的后遗症 你们换猴豆是因为疫苗造成的免疫力下降 而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同的错误还发生在福克斯新闻上 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亚利桑克斯琼在这个节目中说 阿斯里康制药和强生他们两家公司的疫苗会把黑猩猩的基因打到你的细胞里 而这些基因会在你的体内不断再复制再生 这就是病毒的载体 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中 使用了黑猩猩的腺病毒 还有有关黑猩猩的基因组相关成分 而这些成分中带有猴豆病毒 因此新冠疫苗就是导致猴豆病毒爆发的最终原因所在 而这已经不是新冠疫苗头一次背锅了 包括前段时间患上的不明严重肝炎 也是把这样的病症原因归咎于疫苗 人们再次将猴豆的爆发归咎于疫苗 实际上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的关联 对于疫苗的成分 琼斯的指控实际站不住脚 美国国家热带医学院创始院长霍特兹说 实际上强生没有从黑猩猩身上提取过腺病毒 而且疫苗本身对人体无害 而且猴豆的来源也不是猴子上的基因 猴豆之所以叫猴豆 是因为研究人员在1958年首次在猴子身上检验了它 但是一般认为猴豆是由镊齿动物而进行传播 而导致爆发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双链的DNA病毒 这并不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病毒了 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而且有足够的研究的手段还有治疗方法 好了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订阅好视频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频道 每周日的下午2点留言终结着我们不见不散 请订阅好视频道